雷雨 你覺得很辛苦嗎 這次終極班五很特別 因為我雷霆回到終極班五拍攝的第一天 就是辛苦的打戲 而且是打Aven 我們拍的那一場超多打戲 就是除了我們今天已經拍完的 還有一個回憶場 也是有打戲 就是 總之我們兩個等於是不打不相識 不打不相識 對 到的時候你做一個 跳一下 用這種下流的手段 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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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剛剛也在講啦 就是我們兩個除了拍打戲 還有拍文藝席 就是我們兩個都躺在草地上 然後在那邊彈心 因為我要交副重任給他 然後但是當然最後個性 角色個性問題一戰一作 可是我們就在想說 他一直有一點點擔心 就是如果他靠雷霆太近或怎麼樣 觀眾會誤會說 欸老師路你為什麼要帶雷霆 是不是真的 然後我剛剛也看到那個草地 他已經躺在那邊了 我就說 沒有 我們兩個光是躺在這個草地下 然後你就會被雷霆的粉絲罵死 服裝造型差不多都會出事情 我只要忽雷霆的空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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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剛剛在那邊說 不要吸雷霆的空氣 然後我吹到超好笑 藍煙霆的空氣 1 2 GO 下來 有耶 有 回去看 回去 這樣可以喔 會痛嗎 會痛嗎 有成功嗎 有成功嗎 好 為什麼 怎麼沒有躲 按下巴 你臉上的抓傷 我的抓傷 昨天晚上做了什麼事 我昨天晚上 有貓進你房間是不是 還好你沒看到我的背 喂~~ 你有沒有跟你講話 這個新老大有什麼評價嗎 我蠻喜歡這個新老大 就是要他服裝的時候的動作 讓我們歡迎 終極班新老大 蘭斯洛 OK 剪掉 我真的不是太確定 我把終極班教給他 是不是一個好的事情